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持人索洛·维约夫在最近一次广播节目中 要求美国将其在欧洲的军事基地转交给俄罗斯 以确保欧洲表现得体,不会对俄构成威胁 索洛·维约夫表示 俄罗斯应该控制美国在德国、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基地 他认为所有美国占领的地方都应该撤出欧洲 俄罗斯军事基地应该远离俄罗斯领土 例如占领美国人在西欧准备的部分军事基地 这样就可以确保欧洲表现得体 并且欧洲领土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美国防部数据显示 大约有7万名美军永久驻扎欧洲 其中过半驻扎在德国 包括美军的欧洲司令部总部设在斯图加特 空军的欧洲行动总部设在拉姆·施泰因的空军基地 而美国陆军也有在德国的五处地方驻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